適逢超人Dekka播到第14和第15集 而人宿的登場正正成為了史上第二位日本演員 可以一個人在東映和圓谷系列三個巨頭的超級英雄作品當中制霸 但是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很多時候圓谷公司裏面做英雄的一些演員 偏偏在幫東映拍攝的時候 就要適現一些敵人角色的潛規則 所以就等我們這條影片一齊來看看 四位演員怎樣在圓谷的時候做英雄 在東映那邊就做奸角 各位大家好我是Mr.Man3423 起開始之前感謝各位支持本頻道 本頻道終於突破了5000訂閱 為了感激大家的支持 我會舉辦一個感應的Q&A環節 如果大家有興趣不妨下面留言問問題 措究一定數量的話我就會拍片解答 大家快點留言 相信看了最近兩集Dekka的觀眾 都對於這個時常被人稱為人宿的角色 不會感到陌生了吧 在Dekka裡面飾演上一代的Dekka 而且瀟灑自如地對付怪獸 相信對各位來說這個形象非常深入民心 但明明這個角色在超人系列當中不是叫做人宿 為何在特殊圈內的粉絲一直都會這樣稱呼他 Dekka 阿蘇 這樣就要追溯到2016年的Command Rider Amazon 裡面谷口炎治飾演的一個蒙面超人角色 就名叫鷹山人 簡稱就是人宿 就是這部作品 令到他人氣急升 使到谷口炎治打上了鷹山人這個標籤 直接這個角色就等於他 Amazon 而且某程度上也都害死了自己的女朋友 所以去到第二季以及劇場版的時候 就成為了一個狂戰士 而變成跟主角敵對的角色 他的下場最後是 雖然人宿在這套Amazon裡面 身為Amazon阿蘇法 就是一個幾有爭議性的角色 因為他們的作戰目的都是隨著自己的立場而改變 所以也不可以說他是一個完全邪惡 但是當計算他在Carmelider Saber裡面的角色 就真的逃不過這個定律 在前年播放的Carmelider Saber裡面 出現了巴哈托的一個角色 而且也能夠變成Carmelider Falluchion 劇中因為巴哈托很討厭這個世界 所以就想要毀滅整個世界 還原到一個虛目的狀態 因此就同一班想維護著一世界和平的主角騎士團發生衝突 而成為一個敵役的Carmelider角色 詳情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 好可惜地最後都是 順帶一提 在戰隊系列當中 雖然在救急戰隊GoGo5裡面 飾演過GoGo Blue的一個靜義角色 但也在戰隊系列當中 爆龍戰隊Averanger裡面 第46集 一個名叫出雲蘭的咒術師 而且他可以變成三角龍怪人 不過在同一集就已經被人消滅了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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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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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看完他這般清潔的表演 我真是恭喜仁叔 終於在他的戲劇生涯當中找到他的戲路 好了,終於終於找到了 近年袁谷亦喜歡創立反英雄角色 而世貝歸演員出演過超人Torriga的寶藏獵人Ignis 雖然Ignis這個角色不能完全說他是一個英雄 畢竟他只是為了自己的野心行事 亦多次利用Gut Select來達成自己的目的和Torriga Dark來復仇 但完成目的後,他亦類似有幫助Torriga解決問題 所以亦可以稱之為原谷的英雄 但在成為寶藏獵人之前 其實他亦是一個維利仕途大義滅親的宇宙海賊Basco 在海賊戰隊Gokaija當中飾演了主角Mabelas的宿敵 在過去因利益問題而反面陷害過他的隊友Mabelas和隊長Arcaledo 在駐線當中亦為了收集Langer Key和主角團對著幹 是一個不自不扣卑鄙冷酷不擇手段的敵方角色 不過當然他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冷酷瀟灑的個性 當時他飾演這個奸角都沒有令人覺得很黑人真的感覺 所以大家看Gokaija的時候認為他有機會都會洗白 就好像他在Torriga的角色一樣 不過可惜的是這件事沒有發生 而最後被Mabelas收拾了 如果你看到這條影片中間都未Like我的影片 麻煩給個Like我 就有助Youtube可以推廣我的影片給更多人看 お願いします 講到原曲近年濕入民心的英雄 當然就要介紹石黑英雄 石黑英雄飾演過超人Obo的鴻海 亦都是超人Obo的變身者 相信各位對他的風流剔躺流浪漢造型一點都不陌生 但原來他在原曲那裏飾演超人之外 在東影系列當中亦都飾演過兩個敵方的角色 下一個相信比較多人知道的 就是Command Rider Dango 裏面的Guide 這個角色第一次登場就是在電王第37集 是Imagine的首領級大Boss 他的能力包括可以召喚不同Imagine出來 大肆破壞 目的就是要清除所有好像主角梁太郎一樣的鄧二碟 不過始終這個角色的設定太過單一 沒什麼更深層次的心理發展 所以小弟就覺得石黑在這個角色上 就真的沒什麼真正的發揮到他的演技 最後他的下場是 嗯似乎Dino的角色都不太適合他 都是演一個浪子性格的角色比較有型 By the way Kai 和紅海的日文 Gurenai Gai 的發音是非常相似 所以都不知道是不是後期緣谷的編劇刻意這樣玩 除此以外 最近亦都在Machine Sentai Kila Major 的外傳當中 Yodona 裡面出現過敵人的黑社會角色 有什麼手拿著 大丈夫 不過就好像之前上面這樣說 又是一些沒什麼大發揮的角色 大家知道一知道就夠了 那提到石黑英雄 又怎麼不提一下紅海的機友Jagula 你會問Jagula不是奸國嗎 是 他在Obu是奸國 但別人去到超人Zedo的時候 也都榮升成為受萬人景樣的隊長 都應該算是英雄之列了吧 他在東映系列裡面出現過什麼奸國呢 相信 問十個人裡面有十個都不知道 因為他在Camelada Drive的第十八集和第十九集當中 出現過一個角色名叫 雨津木莊 一開始他的角色是一個裝無辜的網民角色 還拉攏主角群混淆視聽 但其實他是一個網絡判官 他成為在社會上對一些不公義審判惡人的英雄 但某程度上 在警方角度來說 實際上他就是一個執行私刑 一個不折不及的連續殺人犯 雖然他不是一個Lormildor的宿主 但在這個單元門當中 他就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犯人角色 來引導出整個故事的主子 到最後他結果是 唯一一個沒有死到的角色 不過被人抓了 果然青柳專載這個演員 不演一些像蛇一樣那麼狡猾的角色 真的浪費了他的才能 復讀大公的我和政治的英雄似的 哈哈哈哈 哈哈 什麼鬼 那好啦 不知大家聽完以上的這些演員 又認不認同我所說的這個定律 其實以上的這個定律 不單止出現在以上的四位演員當中 還有更多圓谷重量級的角色 都有同樣的情況出現 當然啦 在特殖界裡都有一些例外的情況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不妨Like和Share出去 以及還有留言告訴我 你最期待我想說什麼的角色 好啦 今次的內容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不妨Like Shar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 拜拜